以理這邊是有朋友 嫁入一個公務員家庭 然後發生什麼事 我那個朋友他是 他從小是在南部長大 然後在臺北工作 因為他原生家庭不是很幸福 就是他跟他爸爸媽媽感情不好 所以他那時候在 就臺北工作的時候 他是做那個類似像 學校研究所裡面的那個助理 然後他薪水大概 在三萬出一點點吧 所以自己用是可以 可是又要租房子 然後可能吃喝這樣下來 可能就沒剩多少 然後他就那時候 剛好聯誼認識一個男生 那那男的也是研究所的助理 可是他的錢 可能稍微比較多一點 然後重點是那個男生的家庭 其實是他爸爸媽媽 都是公務人員 然後就很節省 所以都有存一筆錢 然後也買了房子 就是他們可能在那個 就是比較新北市那邊 買了兩層 那一層是他們自己住 然後一層是未來 如果他兒子娶媳婦的話 就是要給他們住這樣 那我朋友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也看重這一點 想說他想要逃離 南部這個原生家庭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男生對他也不錯 然後乖乖的 然後跟他同樣就是 大概就做這種助理的 然後也都聊得來 就嫁給他了 然後嫁給他之後 就是第一胎就生男生 第二胎生女生這樣子 也不錯 就感覺我們以為 他過得很幸福這樣 就都也沒有上班 他公公婆跟他講說 你就不用上班 我每個月就給你錢這樣子 你就是負責養小孩養孫子 然後一個月大概也是給他 就是類似生活費 兩三萬塊這樣子 結果呢 他就覺得也不錯 他因為他比較 我那個朋友比較沒有任何的 比較沒有野心的孩子 他覺得說 我就全職當家庭主婦 好好照顧 住進去就弄了之後 住在他公公婆婆房子 結果他發現奇怪 他說奇怪他從生第一個小孩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他就是有時候 他會帶他小朋友出去 就是外面走一走 回到家裡之後呢 就那個 那個冰箱好像有被打開過 因為他有煮飯 冰箱有被凍過這樣 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婆婆就打電話 跟他講說 你的便箱 你知道有煮什麼菜 什麼菜 然後我兒子他就是你都沒煮肉給他吃 然後怎麼剩下剩菜這樣子 你等一下煮的時候 記得你要再去買菜市場買什麼 然後他就知道心裡有底了 就是他婆婆會進來他家 就是動他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 他就覺得慢慢的 他婆婆就覺得說 我給你錢 我每個月都給你們生活費 因為他跟他老公薪水 要養兩個小孩 其實有一點吃力 所以他婆婆就會給他生活費 然後房子也是他公公婆婆買給他的 所以他公公婆婆就有鑰匙 想進來就進來 想翻東西就翻東西 好可怕 他壓垮最後一根稻草 是因為他有一次 就是剛好在跟他婆婆 可能在為了小孩子的事情 有一點點口角上的摩擦 然後他婆婆就非常不開心 跟他講了一句說 你以前賺錢的時候 你一公里也賺多少錢 你現在也沒有賺錢 我看你的存責 就沒有進帳 他的存責他怎麼知道 對 他就他就聽 我朋友就聽到這一句話 然後還跟他刁他說 你爸爸媽媽就一直說原生家庭 他也沒有給你錢 所以你現在都是我自己的 你還跟我這樣子 在計較這個照顧孫子的 這個方式這樣子 那我朋友就是聽到 他就嚇到 又指責了他的原生家庭 對 指責他原生家庭沒有給錢 沒有負擔什麼錢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存款很少 意思就是說你存款 因為你沒工作 你都是我給你的對不對 你存款都連一百 意思是說連什麼基本的一百萬 什麼都沒有 那你憑什麼去大小聲說 我要管孫子的方式 可是我朋友就觸動他那個 就是覺得 你想怎麼知道我存責多少錢 你想怎麼知道 就是我的有沒有進帳什麼的 那表示你都一直以來都有在 就是去我房間翻東西 對啊 所以我那朋友 就真的後來就是受不了 他每次出來跟我們喝下午茶 或是聊天的時候 他都包包裡面存責 印章 身份證 那個重要的一些 就是反正跟就是一些什麼證件 護照 全部都戴在身上 他說他每天戴著 他就不想要讓他公公婆婆 一直翻他的東西 這樣 然後他門 他房門 他自己去找那個鎖匠 鎖起來 然後他公公婆婆也是很抓狗 尤其是他婆婆這樣子 可是因為他現在也沒辦法 就是因為他所有的 他沒有工作了 等於是說他所有的經濟的來源 都是得依靠他老公 跟他公公婆婆 這個網路上也會也會講說 這樣的人 人在福中不知福 給你家 給你錢 那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哇 這樣太過分了 因為已經侵犯隱私了 就他失去了獨立自主的 自由的一個空間 我想請教一下阿德 那你對這一對年輕夫妻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說有三件事 就是只要在婚姻裡面發生 你就要記得一件事就是說 這三件事的發生 都不是要你去解決那三件事 而是要提醒你說一定要獨立 第一件事就是說 發生歷半有外遇的狀況 你不用去解決他的問題 因為那些外遇要不要回頭 心會不會回來 那是一個複雜又漫長又不確定的事情 不要去解決 就是不要去解決那個外遇 對 因為那個會不會回來 是跟你有沒有獨立有關係 因為你越獨立 這個時候你就專心讓自己 就說我要獨立 你獨立的時候 對方就會覺得說 你好像沒有再給他壓力了 因為不獨立的人 一定會持續不安跟給壓力 這樣只是讓這個事情更惡化而已 讓你更無助而已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這比如說 一旦對方有外遇 我就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說 從下開始我不會傳虛情給你 從現在你傳訊息給我 我也是遺讀不回了 然後只要假日 或是晚上我有空 跟朋友去喝下午茶 或是去看電影 我就會去 我也不會告訴你 就是我就要做到一個 我獨立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我生活過好 這樣對方才有可能改變 你才會不會持續被恐嚇 被壓制不安 第二件事就是說 當你剖歧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也是要告訴提醒自己說 婆媳的問題不一定能解決 你就要告訴自己這個事情 你要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要獨立了 因為你只有獨立的時候 你做這些事情 你就不用那邊換鎖匠 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包包裡面 你就是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要獨立了 我要出去找工作 我不能...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用這個來恐嚇我 說你就是不能獨立 你吃我的 鎖我的 對啊 你娘家也不能幫你 這樣的觀念 你去跟他打拚 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個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樣的關係裡面 如果你覺得說 你所有的壓力都很大 老公也不會經濟上 也沒有跟你後援 照顧也沒有後援 讓你非常的累 然後呢 老公的收入也不確定 有很安穩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獨立 這三件事只要有發生 你不要想說我要去什麼 去找誰來幫你解決 就是告訴自己一定要獨立 那一般來講 假定說老公有外遇 那老婆就開始學習 你講的獨立 老公會不會回來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粉絲 就是寫信給我這樣子 然後他已經在鬼打牆好幾年了 然後我就告訴他 他是寫信 我就告訴他說 從現在開始 他... 老公還搬出去跟小三豬囉 我說從現在開始 你都不要傳訊息給他 第二件事情 他傳訊息給你 你也都遺讀不回 然後晚上 人就跟朋友去看電影 去吃飯 星期六星期天 不管怎麼樣 就小孩子 拖爸爸媽媽帶都可以 你自己就要跟朋友去玩 那三個月 持續三個月這樣子 他說第二個禮拜 老公就怪怪都在家裡了 因為他很怕 他不知道老婆去哪裡 然後他第一次 老公回來的時候 就問他說 那你老公 他說我老公問我說 為什麼我都遺讀不回 我要怎麼回答 我說你就告訴他 因為我發現說 我每次叫你遺讀不回 我看到你的反應 就覺得你壓力好大 我說我不想要做一個 一直給你壓力的人 所以我就要跟你學習 再講一次 就是因為我以前 你傳訊息給我 我傳訊息給你 你都不回我 女生傳給老公 對 老公都不回 因為他有小三 然後這個老婆 就跟這個老公講 因為老公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我現在傳訊息 你都沒有回 他說因為我以前 傳給你的時候 我發現你都遺讀不回 我相信你一定 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不好 我就不給你壓力 我不要跟你壓力 而且我要跟你學習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星期六星期天 都那麼忙 他說 他說我發現你也很忙 那我覺得你忙 也忙得很快樂 而且感覺很獨立 我要跟你學習 就從此以後老公 乖乖在 因為男生會外遇 基本上不是為了要離婚 因為他知道 離婚沒有那麼容易 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更怕老婆外遇 更怕老婆外遇